嗨,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期的Gigi休棍房屏 今天我们看的这个房子呢 是一套休棍Kitty这个区域的房子 这个社区叫Tameron 我们之前介绍过好几次了 这个社区也是现在在Kitty卖的非常火的一个社区 我们介绍的这套房子是一套2983尺的高调厅 这个房子也可以建在湖边 如果建在湖边的话呢 旁边就是湖 一进门 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它上面是一个高调的 然后呢 右手边是这样的一个书房 这是纯现代风的 所以窗户特别大 然后它这边呢 有一个很好用的一个储藏室 正好在这个楼梯的底下 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然后呢 我们在往里走之前 就看到两个门 然后这边是一个洗衣房 洗衣房的这边这个门是去车库的门 然后另外一面呢 是客人用的洗手间 这是一个客人用的洗手间 然后再往前走才到了漂亮的客厅了 这样的一个客厅 如果我从另外一边拍会显得客厅更大 更敞亮一些 这样的一个感觉很现代风的感觉 然后客厅的旁边呢 然后客厅的旁边呢 就是厨房 这是一个厨房的一个储藏室 一个pantry 就这样子的 厨房的旁边是一个餐厅 餐厅这边的门呢是可以出院子的 然后再往里走呢 就是主卧了 这个房子只有2900多尺 但是主卧真的特别大 看看这个大主卧 床是king的床 主卧还有这么多的距离 所以空间感不错 现代风的感觉也很好 是很多年轻人喜欢的 往这边走呢 这边就是一个马桶 马桶间的旁边是两个sink 然后浴缸 淋浴间 再往里走 一个很大的衣帽间 这个样板间的家装不是特别多 但是彩色的贴片的这个墙 瓷砖墙 还有洗手间的这个黑色地板是家装 但是洗手间的大理石台面和橱柜都不是家装 就是一楼的感觉 现在我们去二楼看看 这个楼梯是比一般楼梯要更宽的 一上来在这儿是有一个窗户的 所以超级亮头 往往这边走呢 就来到了第一个房间 这个房间 窗户很大 然后呢 这边是衣帽间 这样的感觉 然后我们就再往外走 一进来这边 那就可以看到 这边是活动的区域 然后这边是有一个洗手间 里面是浴缸淋浴间 然后但是它这儿是有窗户的 看 有窗户的 洗手间的旁边呢 有两个卧室 但是呢 这两个卧室 这个是有套间的 有洗手间的卧室 这个没有 这个卧室 这样的感觉 好 我们现在去另外一个套间看 一进来呢 这就是一个套间 窗户巨大无比 这是套间的洗手间 然后再往这边看 这个整个套间 大窗户 很舒服 但是它这个大窗户呢 要取决于你用什么样的外观 如果你用的外观不是这种大窗户的外观 那窗户的数量是有变化的 往这边走就是一个game room game room进去 这儿呢是有一个吧台的 这个吧台是一个家庄 然后这边就是一个放映厅 放映厅是家庄 如果您不要放映厅也是可以的 如果要放映厅的话 要加一万多美金 这就是今天我们看的这个房子了 我们现在就看一下 这个房子可以建在小区的什么地方 它那个湖景是什么样的呢 我们看一下咯 我们今天看到这套房子呢 就在休斯顿的南Kitty的这个区域 我们在大地图上就能看得出来 我们看的房子的位置了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房子区域 是在这个地方的 那我们平常介绍的比较多的 也是这一块南Kitty的区域 我们现在就可以看一下 这个区域离各个地方的距离 打个比方 我们现在可以选一下 这个区域到Kitty Mills 也就是在Kitty非常大的 一个商场的距离 其实这几个地理位置 我是经常提的 所以可能很多观众也是非常熟的 到Kitty Mills只有14分钟 我们再看一下到Asiantown 到Asiantown的距离是18分钟 就到这个亚洲城 然后或者是我们再看一下 它到Chinatown的距离 到Chinatown的距离是30分钟的样子 那很多人都问说 为什么这边到市中心是不是很远 到Downtown啊或者什么 我们就看一下Gallaria市中心 到Gallaria的距离是35分钟 因为不是所有的人都在市中心上班的 所以一般Kitty左右居住的人 他们几乎是在10号能源走廊 这条路上上班的会比较多一些 那这就是这个房子的位置 好了 如果您对修顿地产很兴趣 欢迎加我微信 关注我微博联系 我们我是Gigi 修顿地产团队的Gigi 下期再见了 拜拜